開車的朋友很多都會特別的留意 有沒有側速照相 但是因為預算不足 台北市總共128支固定式的側速照相桿 其實有超過三分之一 都是空桿 也就是根本沒有辦法拍照 放在那好看的 但是也不要這樣子就太高興說 反正我的車子就可以高速了 因為主機的位置不定期會更換 也就是說今天是空桿 不代表明天就是空桿 你超速的話還是有可能被拍的 台北市仰得大到四段 這個下坡路段車子一台台呼嘯而過 車速都很快 而路旁這支側速照相器 QE第一名光 去年就賺近上千萬元 下坡路段民眾容易車速過快 速限卻只有40 側速金港王去年超速告發 三萬七千多件 連續五年蟬聯台北市第一名 不過這麼多支側速照相桿 其實有些是空包蛋 像這支側速照相桿 外觀看起來老舊 還有抓超速嗎 我覺得應該沒有 怎麼說 因為每次這樣開過去 大家速度很快 有有有有 那我轉前轉了好多呀 可是怎麼好像有人說沒看過它在閃 哎呦 日常在閃 由於日常有限 北市的固定式側速照相設備 指態換不更新 側速和闖紅燈部分總共128支 不過空桿也就是沒照相功能的 就有45支 比例超過三分之一 也就是說每三支側速照相桿 就有一支是空桿 可是民眾別心存僥倖 交通分隊會不定期更換主機位置 保障安全 又不想荷包失血 還是乖乖照速限行使 正新聞下週光帶秋容 台北發達